我們今天玩的是這個 匠心的岩武 誒要換那個圖嗎 呃 OBS 蛤 有QR Code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QR Code在哪裏 QR Code有 匠心的岩武 2月28號7點半開啟最新伺服器 請問我們是在最新伺服器嗎 他直接登錄了 好 沒關係 呃 匠心的岩武 這個 這是不是 關羽 張飛 劉備 呂布都畫得像啊 第一個我們都看不看是誰啊 後面是諸葛亮吧 我們是S4嗎 可能我的角色是他S1 應該是S4啦 隨便 呃 呃 呃 真可愛 我是丟塵 丟塵 我 主公 大家 所以 要出發了 你在磨蹭什麼 是不是傷人最多的 能被主公翻牌 主公說了 只要打勝仗 只要打勝仗 今晚就一起散 真的嗎 呃 我不知道 應該可以吧 這是YY小說嗎 啊 他這個好像有點難耶 他應該要先過完這個吧 所以主角叫做劉伯穎 主角叫劉伯恩的弟弟是不是劉伯穎 然後魔鬼怪 魔軍 啊 我們輸啦 魔軍用力打不死啊 指標賣手之徒看我大刀 可不可以故意輸啊 哎呦 他的手可以穿過我的爸爸 他的手可以穿過我的爸爸啊 好癢喔 大刀能打滅啊 啊 我們輸啦 大家 我的軍隊 龍血的傳承者也不夠於死 我在這裡沒法殺你 但我記住我的樣子吧 哈哈哈哈 聽到他說沒 柏影又在夢裡逞英雄了 好噁心 她流口水了 柏影 柏影 快醒醒 師父不關你禁閉了 他叫你過去 快起床啦 小流子 哎呀 不要叫人小流子 這個劇情到底是誰啊 小流子 真是夢 這個劇情到底是 這個劇情到底是 師父 您居然同意了 嘿嘿嘿嘿 師父 您終於理解我的苦心了 老師把徒兒關小黑屋 終於捨不得了吧 劉柏影帶了大家去 衛陽投奔曹木德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地方在曹昌那邊嗎 呃 技能條隨時間回復 回復版之後可以釋放 這個強盜很弱啊 面對圍攻 我的技能大有用處 啊為什麼我們一開始 喔她這個還有帶兵是不是 技能釋放技能啊我就不釋放了 哇塞 呃 彌彌嗎 為重道 護練師 欸我現在沒辦法跳出來怎麼辦 她要一直解欸 喔好滴 啊 終於到洛陽了 文基還接著了 喔原來剛剛在主角旁邊的菜文基 第一母主角是不是 有嘴滑水快走吧 這個主角在這個世界裡面也是嘴炮類型的嗎 牛逼自博飲 恩吃菜藝吧 OK OK 我們要去找曹操 反正基本上我們是一個四人組合嘛 我們有孫上香 跟蔡文基劉波林 還有那個嘴炮的 說很累的那個叫什麼 什麼小不知道誰 好吵喔 喔可是我們一開始只有劉博飲跟孫上香 一個是騎士一個是弓箭 商寶 我可以移動我的部隊欸 我可以移動我的部隊 喔喔喔 他那好像是突擊欸 受到人追上了嗎 被抓走了 追不上 誰啊 蛤? 不練師被抓了啊 那一定是受到很嚴厲的折磨 哇這個好煩喔 殺暴? 有妖術 又張角了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是腦衝型的主角 就是 一樣會衝的 一樣會衝的 妖術內必有浮兵 這東西太詭異了吧 你看又來了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欸 欸為什麼對面有一個主角能夠正常一點 比如說有危險的時候他會說 不行我們要思考 為什麼 每個主角都是一定是說 他有危險我一定要去幫他 每個主角都是腦衝型的欸 就是那個智力大概是50左右的 豆腐呢 呃 攻擊偏低的防禦齊高 破防能對他們特別有效 噢 盾甲兵 反正就是 防禦很高啦 那你要用破防啊 打他 合擊技能滿了 可是現在要合擊技 下面呢是合擊技能 合擊好像是終極大招欸 要五格器才能丟欸 他每個人都有一個小招 然後 還有一個團體的大招 我的技能可降低敵人防禦 全體的好屌 合擊 啊 這合擊想要被電到欸 然後再用這個單體的 可以控制他們嗎 可以控制他們嗎 你們這些繁體肉臺之人居然殺害五弟 好啦 張腳 張寶 張良 張腳 有看過就知道了 他現在擋靈劍 這個衛中到 我以為他是個廢物 中到 所以 所以 中到怎麼了 希望他 希望那個衛中到趕快死一死啊 把友都吵了 還要升級 陣容 培養升級 升級 中到 主角爆氣 王道劇情 主角的隊友死掉了 主角會爆氣 這是 真龍血脈 又是一個王道劇情 主角永遠都不會先爆氣 主角都不會先爆氣 主角的朋友死掉以後 主角才會爆氣 然後死掉那個一定是難的 嘿嘿 又可以 遠程單位 血量低 攻擊高 法師 這也不意外啦 弓箭手基本上也差不多啦 弓箭手基本上也是 血量低攻擊高 不過弓箭手應該剋法師啦 我說按照一般的遊戲節奏的話 弓箭手應該剋法師 然後法師剋騎兵 然後騎兵 騎兵剋步兵 然後步兵剋弓手 一般都是這樣子 還一定要按照你的指示喔 好煩喔 還一定要按照他的指示 又有人被抓了 哈?又是布列斯? 中道死了 中道死囉 布列斯被抓了 師弟啊 師弟啊 為了到慘死 不練死也被邀到搶走 佐斯把他抓走了 戰將力那可以幹嘛 突破 他突破需要這個東西好像不是戰將力那可以幹嘛 全部都可以突破 他剛好平衡150點啊 全部都剛好突破一次 反正現在還在武將啦 武將可以突破 武將可以升級跟突破 為中道的屍首找不到了 怎麼可能有指興搜索嗎 他們是白癡是不是啊 不會直接把屍體帶回去 還要先圍營再出來找屍體 你覺得第三次當然是一無所獲 所以曹操要騙我們 為將者最近依一人之故隨意開戰 曹操還蠻有腦爛的嘛 不過這個主角就是個腦殘哥啊 師妹被魯中到慘死到如何不及 真的啊 晚一天就 他就多了二十幾個表哥啊 晚一天就多了二三十個表哥啊 傳令開戰破嘴 哇主角拿的刀好大把喔 小人知道不知道 張良 不說我就斷你一個小姐 再不說就斷你手掌 好像 好像從著山崖去了 哼 做惡多端的叛黨 給你一個痛快吧 啊 你怎麼如此殘忍 柏妍你只能如此殘忍他已經投降了 要是我我也殺 對啊 講得很有道理啊 你 你 有趣也成乃可用之人 你自己不先爆氣的 你每次都要等那個 種到死了之後你才爆氣 現在還在那邊跟我講一堆廢話 皇甫松碎片 裝備 天強化五次 什麼時候才能夠自由玩啊 他的手可以撐我的爸爸啊 哦 張良 沒有保持他怎樣 一隻是怎樣 好啦 一隻是才只有完 那還很早啊 我才不知道再靈自己啊 還在打這個黃心賊啊 張良良給我滾出來 教室不練師 幫你吃完都會走 一群鵝魚 大概不慘 那你如果做人做鵝魚 張良怎麼樣 哦 第一張最後一關 打完張良子的時候 他會 他會爆氣 最好適應到滿級再來啦 誰領你啊 媽的 打個垃圾還要適應到滿級 瘋了 怎麼回事 他身上的氣息好邪惡 先抓住他再說 哦 好 張良 要爆氣了 這小兵都可以集氣的啊 所以也不用看到他說 一定要趕快把小兵清掉 因為 小兵都可以集氣的 小兵都很弱 咦 張良 這張良看起來滿猥褻的耶 這個牙齒是 可是ここ看起來很很猥褻 看得到幾 人石到幾 啊 張良的妖宿管理還顯眼不敵 真的嗎 不是一秒下就死了嗎 脖子上的手勢 喔 說他到我們 一定會成為皇帝的 你已經收到孫長那了 那你怎麼沒有送過去 收到這個據點 會如此這裡還有無辜的老弱婦孺 此處是黃金賊苦心經營之所 不徹底摧毀 以後還會聚落新的叛賊 那無辜之人就該流離失所嗎 假如聽你的 以後會有更多的人流離失所 你這是婦人之人 哇一個惡嘴一耶 他怎樣講說金喔 哇一秒秒殺耶 走吧 跟我回贏 哇這句蠻帥的 帥起來走吧跟我回贏吧 好 回贏之後半清宮殿 好啊那靠場靠場我 突破石 聽起來蠻屌的 可以了 喔可以了 他打完第一張就可以自由行動了 270應該可以首抽了吧 我很懂手機遊戲的那個規律啦 通常都是打完第一張就可以手抽啊 嗯手抽在哪裡抽啊 拉霸嗎 啊不是 不是連燈 隨便拿你給我拉一個啦 煩死了 怎麼拉啊 欸 又按拉霸 靠腰 欸 我按拉霸怎麼不見了 拉霸 啊一定是銅錢嘛 想也知道是銅錢 還用看嘛 貢品七日福利儲值活動日常 我現在還不能首抽是不是 時機開啟 天鋒活動 好啦算了啦 先把武將升一升 趕快看繼續的章節 基本上升級武器應該是只要有 呃 欸 他不是可以強化武器嗎 欸怎麼強化 因為他剛才強化 喔這邊這邊這邊 呃 打到最高級 打到最高級 喔雙門盔甲也可以強化 可是盔甲好像沒有人裝啦 所以我還可以給人裝是不是 因為基本上他強化 呃應該都是用 應該都是用那個 他強化應該都是用那個銀幣去強化 這種遊戲銀幣就花不完 所以就是有的強化就強化 呃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 剛才提到另外一個是 要怎麼樣可以讓他突破呢 喔突破到這個 所以我都還沒有 他的手可以穿過我的爸爸 他的手可以穿過我的爸爸 欸不是一樣嗎 那個 也算有東西我也不知道怎麼換啊 那S1的劇情在哪裡 我現在也七級啦 所以 所以 重點是 你說關掉是關掉這個視窗嗎 你講從拍摩尾器講的 LB3 5408 520線訂閱 過完年終於等到老點 看的好爽 現在就續定了什麼 看我要打什麼 老點 什麼意思 老點是什麼意思 啊 我摩尾器他開不了啦 OK了 好啦 那麼我們今天主要是 要來玩這個 醬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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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這個 這個開頭動畫 這個開頭動畫 武漢末年 天下動亂 啊 東亂動亂 在國外武器 人民は途端の苦しみに陥っている 英雄達が戦乱に乗り 天下鳥の幕が開了 龍魂の命に応じた人々 幻想の道へ旅立ちなさい 千年も続く この宿命の対決の結末を 我らが転復してやる 三國幻想新版 醬心之炎舞 好 就是三國幻想新版 醬心之炎舞 就是 歷史背景 歷史背景可能是三國的背景 不過 劇情是 完全是架構的 是虛構的 好 好 那我們今天 連續登入五天最強紅匠任你挑 OK 登入五天就可以拿一個紅匠 登入七天帶我回家 開服連續登入七天 即可領取橙色紅匠 朝鮮子 有很強嗎 感覺不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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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障礦裡面有元寶 可是我還是不知道怎麼抽 怎麼首抽啊 我看一下 啊 點將台我看到了 然後剛剛我還沒開放點將台 所以他不能首抽 好 那我們先來抽英雄 呃 所以 呃 不對啊 這個要用十個抽 那元寶能幹嘛 他用戰將令去抽耶 只能抽到紫色的 所以他的等級是 呃 橙色是最好的嗎 我看一下 沒有 紅色是最好的 然後再來是橙 紫 藍綠 喔 所以 紅色的 登入四天就送你一個最好的耶 紅匠耶 佩服啊 好 我們先來買十次吧 哇 十個廢物 是嗎 喔 圖鑑 哇 十個廢物耶 你知道我怎麼嗎 因為我都沒有看過耶 都什麼董昭啊 郭士啊 都那種最爛的耶 然後你就藍的 張癡 藍的是劉錶跟和靜 和靜是一個肥子 他只會吃 他只會花錢 他只會吃 花錢跟幹女人 他是個廢物 然後劉錶也是個廢物 因為 他那時候也是要找劉碑 要找劉碑 他是什麼事都做不了的人 所以他要把荊州送給劉碑 所以 連藍卡都是兩個廢物耶 我的媽呀 有沒有搞錯啊 再買九次後 必得橙色無將 好 那我們 呃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預先登錄的 序號 預先登錄是哪一個啊 預先登錄是這個嗎 這他們關我 啊事前登錄 還有沒有 有 問題 來不放鬆 走 沒有 他要不就 我何欠了 我走在地 我都不得了,我都不得了 你都是骯出的,我都不得了 三日間就矢を十万本用意 和尚 天下不穩,女性的変化 有了 看得出來了 還有嗎? 這個會從 欸 哪有? 這怎麼會吹出來 好 簡單的說 簡單的說就是 Garden是他們的官網 那有興趣的自己去看 那有這個 預前登入 然後登入就會送你什麼稱號 送你什麼的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不管 大家就是登入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這個粉絲團 大家可以這個來按讚一下 獲得了Google Play首頁推薦 就是Facebook搜尋匠星之夜戶 對 所以是他們的粉絲團了 大家可以來按讚一下 看得出來是花了不少心血跟台幣啊 哇 還可以做那個 還可以做那個 大夢003FB 我沒有啊 看得出來是做了 欸 問張飛的醬房醬多少 張飛是醬房 她沒有我問 好 那我們 我們先打一下副本好了 喔 所以我們副本已經打完了 我們已經打 把黃金亂打完了 嗯 呃 反正基本上我們可以知道 主角在第一章 第一章裡面應該已經變成個腦殘宅 就是 她打完黃金之亂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是 我剛剛只打完第一章而已啦 不過我可以看得出來 她打完第一章應該是已經變成長大的小弟了 現在應該是變成個腦殘宅 然後那個 她的這個 她的這個 她的這個女朋友 叫做 蔡文基是不是 給她這個 反正先來帶她看 喔 推薦彈力 我彈力應該不夠啦 不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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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有了不練師 是不是 呃 沒人找到不練師 所以不練師也沒找回來 難道 有軍情 有監情 他身上的紋身 就是蔡庸所提的赤無血脈 這到底是什麼 這到底是什麼 我要我看啊 小碎塊怎麼還能融合大的 有一點小撐是不是 不管 是不是有一點小撐 是不是有一點小撐 這不有一點小撐啊 黃金錢 你最愛張腳與死 喔 剛剛那打完張腳吧 然後 不練師 你要找到 然後味中道一樣死啊 好 我們現在是潮到的手下 跟我預測的一模一樣 潮到也被擬走了 好 大家知道他們要黑一道你的目的嗎 他們為什麼要抓你 冰神在世 好,那我們剛打的就是副本 那我們因為要一一介紹 我們先來介紹其他的吧 爭戰,這邊有 爭戰基本上就是一些副本 就是你可以去打王啊 或者是爭斗排名啊,比武啊 點將台 好,那我們 你都要點將台 喔喔,那邊有元寶 所以我剛剛是普通點將 我剛剛是普通點將 所以普通點將能夠抽到值的就很好了 因為他值的是第三個嘛 所以普通點將只能抽到值的 好,我們抽抽看 喔,有一個 紫的比較好還是金的 喔,成的比較好 值量,舉獸 喔,增加本小隊 100%攻擊 15%防禦 像我其實十秒 感覺很強啊 羽獸加甜風 哇,他那個基本上最爛的都是藍的啊 最爛的都是藍的 獲得成將 好,張和 物理近戰,群攻,騎士 我記得 張和不是一個弓箭手嗎? 我記得 鞠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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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 好像有保底耶,感覺 獲得紫將 武術 中會 哇,那不是曹操的一個小將嗎 還是中快啊 忘了 太史詩了 感覺是不是有保底啊 他是不是一定可以抽到 我通常應該不會啊 通常應該是必定會有紫的 對啊,他是戰滿90必得成將 所以他成將蠻好抽的嘛 哇,每次都會來 這個是誰啊 馬帶 所以他是抽不到紅的嗎 還是紅的抽得到 我元寶可以花完嗎 再抽一次好了 我看一下 購買將魂可贈送 藍子 橙色武將 沒有紅的 所以是不是抽不到呢 感覺他橙色好像有保底 又每次都有 好,每次都有 這黃中是不是啊 陳樸啊 陳樸有那麼老嗎 女的 女的 大橋 哇 哇,大橋也可以當橙色的武將 為什麼呢 好,我們 我們先去換這個 呃,我們先去換這個陣容 呃,陣容都還完全沒有換 武將先替換一下 我剛拿到很多這個橙色武將嘛 嗯 嗯 很棒,換了英雄 我們資源好像不夠了 什麼意思 在回中系統好像不用武將重生 武將重生 武將重生後訪完全部的資源 武將將被分解成碎片 武將的職業調整 所以要重生 誰啊 先重生一些垃圾吧 他就是什麼意思 把武將拆成碎片 可是他 我跟他換一下 就說我的 碎片不足 恭喜獲得孫上槍碎片 所以把他拆成碎片 這樣有什麼功用嗎 應該不用管他吧 他應該就只是跟你說 你不要的英雄可以拆掉 好,那我們來看看 張盒是弓箭手嗎 這個是術士 所以我應該是等於不能拍大橋 好吧,不然我拍大橋 他應該是有按照這個步驟的啊 一個是弓,一個是單 然後有術 所以應該是 所以我現在沒有近戰嘛 我現在沒有近戰啊 騎兵或盾兵 都不錯 那我換 我換 我換騎兵好了 好,這樣應該可以了 這個是弓兵嗎 啊,不對 這弓兵太遲遲 這個術兵 攻擊的 換一個補血好了 大橋 大橋那麼可愛 不能不換他 好,那我們這個陣統就完整了 我們看一下佈陣 呃,成補大橋太遲遲 應該沒問題 他這個前排後排幫我 幫我設定 然後我們這個 裝備把它這個 強化一下 啊 呃,國外陸同國是怎麼一起的 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 強化是花銀幣 我銀幣有60萬啊 這個遊戲銀幣很好賺 我剛剛隨便開個新的號 銀幣就有230萬 所以基本上就是全部強化 哦,他就可以直接全 哦,我剛剛已經強化到大橋了 然後我覺得奇怪 怎麼...怎麼...怎麼... 怎麼已經強化過了 哦,他就可以直接強... 全部強化 哦,這都沒有人配戴了 那就不用強化啦 有人配戴才要強化嘛 好,我們再把這些... 海外的這個補一下 護妖 啊,為什麼... 哦,他已經有護妖了 啊,為什麼... 這個... 戰穴 這個太史詩 又穿了這個強化一下 應該還有一個 欸,他還有一個啊 我剛剛裝了兩個 太史詩 我沒有裝嗎 欸,都304了 好,全部強化完了 這個真金可以強化嗎 這個真金可以強化嗎 一鍵填充 呃... 藍色以下品質的寶物可以... 可以強化他 好 那我們現在沒有 好,那我們 呃,點完武將了 也強化完了以後 呃... 強化完武將以後 接下來 背包裡面會有什麼 好,補充體力 補充10點... 恢復10點什麼 這應該是恢復10點 也是體力吧 10萬銀兩寶箱 好,我們先打開 好,把寶箱打開 10萬 打開後獲得 100神將令3個 欸,這個其實沒什麼差 好,那我們全部呢 背包也開了 那個玉璽是幹嘛 哦,這個玉璽好像是... 憑藉玉璽碎片 能充分13週 風塵之日 即是船果引起 呃... 他應該是... 就是讓你一個一個 才慢慢攻打 我們現在在青州嘛 他可以打什麼 慢慢打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 我們現在擁有的是奇果 我們可以打這個 樂安俊跟紀南輪 哦,收復了 哦,他就是慢慢打 寶物稱號圖鑑 哦,剛剛圖鑑我沒有收集到很多圖鑑了 他有一些圖鑑 有一些可以強化自己 哦,綠匠是最爛的 對,他綠匠最爛的 對,他綠匠最爛的 王霜 我覺得王霜蠻猛的啊 怎麼把王霜擺在綠匠呢 我覺得王霜是一個... 呃...王霜攻擊力不錯啊 成泰我記得也蠻猛的啊 好啦,那我們繼續打劇情吧 呃...還有一個真討修羅可以打世界王 我看是要真討修羅的嗎 真討修羅 欸,要怎麼打真討修羅啊 嘿 啊,有了 35級開放 蛤,不能打世界王咯 好吧 那我們打劇情吧 那怪獸怪們果然是元造 呃... 哇感覺好像打不太 呃我是不太會控血啦 不感覺攻擊有點低啊 有點心急沒關係嘛 剛換上來覺得 具有強大的控制 需要有限機器 哇可是走到後面打好像 哇是不是打不太挖 喔補血了 春風香舞 沒有補血了 陳普的大招三朝虎威什麼樣子 我怎麼沒看到 他就講了三朝虎威然後完全 我 廢物我們去救他 拜臣妾好好犒賞重將士 哇 太爽啦 提升 呃 神將商店可購買各種支援和道具 回收將不用的武將 和裝備分解我都一直有 喔20級喔軍團 他差不多有一個什麼 喔傷城是不是 喔神將商店 喔所以假如說 我們有的話我們就可以買 我們有980點 突破時100 只要100點嗎 那我當然要買這個 突破時 因為我剛剛記得武將可以突破嘛 靠北剛剛我玩的時候有點忘記怎麼突破 突破 武將升級到15級才能突破 喔他怎麼辦 喔他一級了 喔他怎麼練啊 哇 喔升級 啊 必殺衝等 啊升級 突破 哇這個突破好加好多攻擊力喔 太神啦 啊 為什麼世界平台那麼多人在打3356 119921 這什麼命碼 3356 119921 這什麼命碼 啊 啊 那行嗎 那打了可以幹嘛 那什麼命碼 3356 1199 喔 3356 能打不同的 好 好 好那我們繼續 好 喔所以 喔所以 在打張條的時候 劉關章也有出來了 超級圖 不會捆打 他的意思是說我們被前後包夾的意思嗎 哇 前後包夾啊 欸 大槍被定住了 大槍被 大槍不能動耶 為什麼 還可以圍操耶 好屌 欸 這遊戲好屌 還可以圍操耶 這遊戲好屌 還可以圍操耶 為什麼抓這麼多武將 你們想幹什麼 玉石 那玉石不是張良的嗎 哇 死掉了 一樣的玉石 一樣的夭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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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想不到主角已經變成非常險惡之徒了 剛出來的時候還在跟朋友嬉笑路嗎 現在已經變成一刀就死了 嗰 分別的夭壽 第3章 沒問題 3米 排隊 2米2 打法 2米2 輸入 3米2 殺法 幸運點將V6就有機會抽到紅5 幸運點將V6就有機會抽到紅5 哇這個宦官的劇情有點多啊 一個章節有6個小節 合進被包夾了 誰來救本將去干擾事 這是合進嗎?這是許豬吧?還是董卓? 合進也吃那麼肥 合進去 柏影你一定要回來啊 哇這柏影各種傻狂欸 喔全隊 喔我知道了啦 你可以分別控制 你可以分別控制各個隊伍 你可以點右邊有個全隊 就可以全隊速度攻擊 我都現在打的超簡單的 你看我根本就不用大招你知道嗎 我根本不用大招就把這邊當豆腐切了 喔就到了 十常刺攻擊腰到 超用 傳國旅行 好又要打王了 黃靈探寶的寶物主線首領頭目關卡掃蕩不方面 還要我們去掃蕩不方面的關卡 還要我們去黃靈探寶的寶物 然後主線跟頭目去關卡掃蕩 還要我們去掃蕩前面的關卡 跟去黃靈探寶物 我...呃... 還要滿星寶箱沒領 欸不會領啊 喔我只領15個 滿星寶箱 所以我插個意思是說我前面有滿星寶箱沒領啊 我要多開啦 嗯?都開了嗎? 哇一直叫我先領 不用領啦 哇媽的我三個成將啊 幹嘛這還夠不了 他媽可以連續這遊戲啦 不知道我三個成將還要 林地已經駕崩了 媽的反正 反正我們先到底是讓你成績啊 喔? 有人在施法 什麼人? 啊是佐持 翠龍血脈的所有者 喔純粹狼隻打佐持 akat 啊進化 我其實好像控制後面一對就可以了 我十分控制一對就可以了 欸這大橋的兵ens capt 整方丟炸彈阿 只要控制一對就可以了 ña A 咳咳 你敢打左石啊 村長也會這樣有什麼用啊 是暴擊是不是 左石被我秒殺喔 我到底是誰讓小菜 合進扶植流變 合進扶植流變 所以流變 還用管嗎?直接殺了就對了 還要招他們 全部碎片突破10 神降力 五高九元寶 神降力 完啊 完啊 就是用腦殘啊 外面原是曹操 曹操會登機啊 好像是合進啊 噢 取下玉璽 呃 取下玉璽 尷尬啊 我感覺最好的步驟應該就是一進二遠 我覺得啊 所以這遊戲只需要三個小時就夠了 他不用很多角色 三個小時 其他吃到的角色都可以全部融掉 都吃掉 好 大漢殭屍 然後通關第八章就能得到水晶成將成績 所以我蓋自己 水晶成將水晶寶箱打開可以 過關八至六可以拿到 那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 喔第五章 那還很久 這遊戲沒有難度啊 不然 我兩隻手攤開來給他們打就行啊 然後 我的兵幾乎不會控血 哇 也是啦 他86才送你五個成將 幹老實 我現在幫他三個成將 怎麼打啊 沒有啦 成補是主的啦 不過也很OP啊 不過也很吵到人 打到超級了 呃 哪有啊 兼換蟑螂雀喔 兼換蟑螂雀喔 兼換蟑螂雀 可或許海量都支援了 所以我們現在還沒辦法打日常副本 二十二集就可以打日常副本 日常副本簡單的就是每日啦 所以你每天都要打的啦 反正遊戲每日多久啊 因為 有些遊戲久的話要打兩三個小時啊 每日就要打兩三個小時喔 真的喔 不誇張 有些遊戲大概是十到二十分鐘 有些遊戲大概三十分鐘 這幫小兵剛剛講話好好笑喔 這幫小兵剛剛講話好好笑喔 他絕對不用拿三星 生存並不確保不能使用任務 喔他現在還有任務 這邊可能打一打就要可以打任務 補險一下 喔他這個遊戲不單純是推復本啊 他今天還有一些任務什麼的 喔髒髒過來了 喔後我們包他們 撞機了吧 這個叫做炸退啊 這次還會丟結結啊 連接伺服器失敗 欸我GG了欸 不是當機我GG了欸 不是當機我GG了欸 不是閃退 跑黑了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大家不要驚慌 左遲的 左遲的法術 左遲的姊姊 小哥哥 他不知道姊姊媽怎麼是在我們小哥哥啊 他其實不知道姊姊媽怎麼是在我們小哥哥啊 到底 他會 他忽大忽小啊 啊 你們都留在這吧 哇他從地板上招怪好強喔 啊 哇 哇 世界頻道已經在聊怎麼樣儲值比較划算的耶 西洋卡比較划算 哇 直接砍下去了 被包圍了 被包圍了 大概 我有自己感覺他錯了兩次 這遊戲就很夠玩了 甚至可能抽一次你運氣好像一幾二成就可以玩了 鬼兵變成營火蟲了 唉唷 他的手可以穿過我的爸爸 他的手可以穿過我的爸爸 呃 謝謝謝謝謝謝 西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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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是那個重道 魏重道 魏重道是你 這遊戲還有劇情的喔 這遊戲有劇情喔 這遊戲有劇情喔 現在是魏重道 斗爪 喔 我剛剛有看到他 我剛剛有看到他那個 我剛剛有看到他 喔 即日起是在2號 啊幹 來不及太刀了 被被洗掉了 Meggy Big 謝謝音樂 那種魏重系的我都自我跳去 應該你可以跳啊 呃 我剛剛看到他 建英戰力8萬多啊 我已經13萬了 所以很簡單 對 非常簡單 我大概已經可以打到第7張 是第8張了吧 這個戰力 15期可以再去突破 我已經突破啦 哥哥 哇 我已經突破啦 剛才那麼簡單 Gino 7的遊戲裡面 前方是魏重道 魏重道直接上了也不演 好痛喔 炮兵兩個那個 炮兵各種兇的 炮兵兩個手遊彈兵好痛喔 魏重道 魏重道 我們說嗎 魏重道能聽見我說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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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認識我了 他到底是誰 他跟那個女人 還有黑衣妖道 究竟是怎麼回事 青紅巫妖誒 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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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關係 直接下一張 你說話嗎 你答對了 這是我這次批判嗎 明天 哇 董卓一個發瘋欸 滾石 沿直線滾動 對撞咒大彎狂差異險 滾石是什麼東西 滾石 喔有滾石 所以要躲的意思就對了 這遊戲可以微操啊 你看我可以微操 這遊戲可以微操欸 這遊戲可以微操欸 好玩笑喔 我第一次要這種遊戲可以微操欸 微小之人頂觸發金罐批百花戰袍 反正一定是呂布嘛對不對 反正有動作就有呂布嘛 我不知道 不用屁眼想也知道是呂布啊 哇 戰力急劇上升欸 剛剛8萬多下已經11萬了 哇 我戰力快跟不上了 再一次 求軍團收留 加入軍團有什麼好處嗎 20級可以勝利軍團啊 我20級了嗎 沒有啊 因為他打得太快 我都不到20級了 因為一直過啊 記得每日滿滿燒酒 燒掉美酒不要貪杯 不怕他只能 喔他得一對一對恐龍 他不能控小兵 哪見立望益 擁有無謀之人 真的假的 哇 有刺兔馬 高官後路 20級 欸 剛剛好 剛剛好20級 所以可以 呃 明人堂 摩拜大臣跟軍團 我們那一面還創立軍團 因為我們現在的實力可以和其他軍 軍閥聯手吧 我看獎納軍把他結成軍團 我看獎納軍把他結成軍團 怎麼全部都是滿人啊 全部都滿人欸 全部都滿人欸 所以下面一點點才沒有滿人而已 創建軍團 需要VIP移開啟 哇 哇 竟然創軍團要VIP一才能創軍團欸 掌聲鼓勵 呃 那我們剛剛還有開放什麼 拍個什麼 抱大腿還是什麼東西啊 抱大腿 電路 明人堂這裡吧 見て敲滑 那就趁 Rod 明人堂 戰力243萬 我沒有開錯吧 我才RS9萬欸 他戰力有243萬 243萬 喔 牛逼 哇牛逼 我看我已經全部都是成將了 所以他等級他應該是等級很高 不然他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那麼高 怎麼都沒有一鍵升級啊 喔其實還好啦 我隨便升級就15萬了 他那個升級其實 我看他全部升滿大概可以到17萬18萬 所以其實還是 還是夠打 我看他日常任務不是二手等才會有嗎 所以這個不是日常任務 這個只是 一般的任務 任務就是一般的任務 不是日常 喔他還會送你一些這個 你抽的越來越多 欸 一個這個欸 那個是可以抽成將嗎 必定成將嗎 他怎麼會有一個 欸我剛有一個橙色的欸 我剛有一個橙色的欸 太神啦 怎麼又是橙譜啊 不過應該可以把他吃掉吧 哇 連續兩隻橙譜欸 哇那我橙譜可以掉成橘子了嗎 喔 飛哥是你 肉盾控制 可是我橙譜也是盾 但我有兩個盾 喔 嗚 呃我先把橙譜回收掉 到底要怎麼 他是 我跟你講啊 我可不可以亂點 橙譜加二 橙譜加二 所以我把他 我應該可以把他的 我應該可以把橙譜拆掉 然後拿他的突破石吧 應該是這樣子吧 所以這邊拆也好嗎 對嘛 降魂嘛 可是他這降魂好像 好像是一般的 所以好笑 一般 所以不能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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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他那個重整可以獲得他的碎片阿 可是 可是獲得這個碎片可以幹嘛阿 碎片 不要亂重整齁,都要重生到GG 他會應該... 花船是幹嘛的 呃... 儲值阿 儲值可以獲得一些 VIP玩家4可以獲得 選擇明日貢品,他可以選擇貢品耶,好屌喔 我這三隻我都沒有 煞猴敦 黃忠 他可以選擇貢品 我這三隻我都沒有 黃忠三副本22集開始,明日負本...呃... 28 好啦,再打一張差不多啦 呃... 鳳謙你居然... 喔,所以鳳謙叛變了 真的是見力忘義 呃... 丁元已經被殺了 哇,真的是一個吃兔馬就可以匯獲他 所以他還是有按照一部分的這個史實在走 黃靈奪寶投獲的大量寶物出獄 啊,我們等等黃靈奪寶一下好了啦 看看黃靈奪寶是怎樣 因為其他的都還不能玩 黃靈奪寶是怎樣 在戲點樣中獲得了西遊武將呂布 哇 在戲點樣中獲得呂布,太強了吧 哼 哼,懦弱無能,看上帝 嗯 嗯... 陳柳王 就算你們無罪 既往不久 一人大叫自稱元少,在營外喊殺 自稱要守仁孽賊 贼,迎還陛下 放肆 他的遊戲劇情進展的好快喔 一下就到很後面了 哇 這主角是腦殘的是不是啊 哇 那董卓又強又有呂布 還說給無腦救駕欸 哈哈 呀 呀 對 我的手可以穿過我的爸爸 好,現在看到WiV 很生氣啊 很生氣啊 對啊,他一次只能派三個,再抽那麼多武,到底有什麼用處啊 他只能抽三 啊一上了只能三個武將啦 這樣抽那麼多武將有組合姿 哇 遊戲兩隻魔將會踏地板 我曹擦配真姬的合計會緩 會不會緩 上面有在討論說這個遊戲要怎麼搭配 我曹擦還說我們沒辦法救元少 我們就可以 我們主角跟鬼一樣強啊 呂布來了 呂布對打了嗎 應該差不多了吧 喔 找到了 找到了 彈彈娜 啊 我們會不會 我們來墊後 哇 圓罩跑了是不是 這個主角是他媽的腦殘了耶 沒帶什麼腦殼啊 這遊戲真的是不好配隊伍耶 我都覺得蠻簡單的啊 不知道 他只要放三隻英雄上去而已 畢的眼睛都可以配啊 就說放七八個人 然後你就說 我要好好選怎麼搭配 不用啦 放三個 畢的眼睛都可以配啊 啊 我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是不是因為沒有選對英雄所以他不能要合集啊 喔 以備有強大發力是讓他做掌心嗎 把槍隊都困住了 哇 他主角就是長大發力了 因為我忽然想到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因為我下面那個合集都沒有 從來沒有加過啊 所以我是不是 紅大 紅大 哇 這樣不能拿 這樣不能拿那個三星的 死一球 死一球 就只剩兩星了 喔 雖然主角被抓了 拿這個腦殘兒 趕快被抓 斬 直接殺了 哇 好 算是留他一面 其實 另有一人求情 誰啊 喔 他願意服侍主公 用自己的名望 拉攏士族大家 這人真是好命 這麼多人求情 放他出獄吧 懂我是白癡是不是啊 這樣就放他出獄 喔 那個獄喜是邪惡 我經常會聽見奇怪的說話聲 在跟蔡庸商量出對策錢 不留在身邊也罷 你是文基喜歡的男人 你要是死這兒吧 喔 文基是你 哇 我們已經超 我們已經完全被曹操匯落了 然後 這個低能主角 各種被 啊 這是個喜安額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玩到這邊吧 好 我們就來試試看這個 我們就來試試看這個 黃靈奪寶 看看能夠奪什麼寶 一劍奪取 這樣可以一劍奪取 那麼簡單 戰力二十幾萬 喔 黃靈奪寶就是搶他們 喔 就搶別的東西啦 搶這個戰力比我低 南華真金碎片 所以黃靈奪寶就是搶 搶別的東西嘛 都可以拿他們的東西 然後 沒有碎片無法得取 喔 這樣就可以拿到這個 藍靈真金了 喔 拿到了 合成 有了 南華真金就這樣拿到了 好 比武競技 好 我們看看別的戰鬥力 戰力三十萬 我們戰力只有十五萬 十萬 戰力怎麼差那麼多啊 這排名一萬二 戰力三十萬耶 然後這排名一萬一 戰力只有四千 有了 戰力只有十萬 是怎樣 喔 排名十 戰力一百八十萬 哇 前面的都是戰力破百萬的 好 那我們今天玩到這邊吧 預知後續詳情劇情的請自己去玩了 然後 一樣 粉絲團 那個網頁跑哪裏 這裡 這邊有那個粉絲團 記得大家來幫他點個讚 然後預先登錄一下 就可以拿到最新的東西 預先登錄的網址在 網址不見了 沒關係 反正大家有興趣的 就搜尋 匠心之煙舞 看看他的劇情 雖然說我覺得主角是可以拿傷惡 不過 等一下跟大家來討論吧 我也歡迎跟大家討論 沒有人想知道 抽卡 蛤? 那麼多人知道我抽卡 可是我想說元寶留一點 因為抽不到紅色的不是嗎 他是可以抽到紅色的 抽不到吧 抽不到紅色的吧 沒有紅色的 其實抽卡 我角色已經夠了 對 他沒有紅色的啊 這誰啊 關心 哇 關羽的兒子也可以當指將喔 那麼好喔 太重了 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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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雲啦 太神啦 抽到趙雲 不抽 可是 那紅色要怎麼抽啊 那紅色要怎麼抽啊 趙雲 那紅色要怎麼抽啊 對阿 它必定會有一層啊 對阿 它必定會有一層啊 所以其實要拿到層這樣蠻簡單的 你兩天多元寶就必定有一層了 很醜啊 我比較好奇的是 他只能派三個人上去 幹嘛要給我們衝過英雄 哪操啊 公孫戰 這公孫戰怎麼比趙雲感覺還強啊 趙雲才300%而已耶 然後這個 這個有500%耶 應該呢 趙雲才牛逼啊 沒女的 我發現他女的好少 那他圖鑑在哪裡 現在圖鑑在這裡 有紅包耶 剛剛沒有出來 紅包 哇 五千元寶可以發紅包耶 給別人抽啊 哪有五千耶 去死一死啊 現在 他圖鑑好像沒有什麼女的耶 有魏俗跟群雄 群雄有什麼 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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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呂布同時上任何出發合集劑 哇 兩個最強的 上次還能出發合集劑 再給他一個玩就好了 啊 有米的 貂蟬 這群雞也是米的啊 大部分都是男的啦 尤其是越弱的越... 喔 蔡文姬 喔 五國最強的是孫策跟周瑜 然後大喬小喬 啊 怎麼拿到紅的啊 我都不會 關羽跟豬給亮 維羅斯曹操跟真姬 哇 原來剛剛那個第一名拿的是真姬 太神啦 難怪可以當第一名 太神啦 好啦 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吧 唉 拉吧 拉吧 媽啦 這裡要不要拉吧 拉吧 自己去拉啦 我已經關掉了啦 好啦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去上個廁所 慢慢來 欸 還有那個 麵包嗎 有啊 你要怎麼服了 你還沒吃喔 你餵你為什麼啊 哪有餵啊 我被窗了